消息会公布了2021十大消费新闻 其中引发全民关注的中医千中毒诉讼事件是位居第一 其次则是民生经济 因为价格飙涨分别占了三四名 另外台中贡物节还有捷运的营运通车也都纷纷上榜 台中市前一长一家人因长期服用某中医诊所提供的自飞研磨中药 导致一家四口千中毒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这场中医中药中毒事件后续的诉讼求偿 成为2021消费者票选中部十大消费新闻的第一名 因为第一名的这个中医的中毒事件是发生在我们台中 这个在109年7、8月间爆发出来的一个中药的中毒事件 在109年也提出团体的诉讼 那么并且进行了这个开庭 那么那直到目前都还在诉讼进行中 所以这个消费的新闻一直在我们中部地区非常的重大 由消息会主办有38年历史的年度十大消费新闻结果出炉 从上百则新闻当中消费者票选出前十大 回顾2021年中药千中毒事件 消息会协助受害民众向不孝业者提起团体诉讼 依法求偿十二亿多受到民众的重视 成为排行第一 另外民生经济也因价格上涨受到冲击 像是原油价格飙涨约50% 一块鸡牌也涨到快90元 以及一般市区房价也出现每平50万元 物价房价的飞涨就分别占了三四名 就是物价的通膨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台中的一个房价的高涨 因为现在我们台中地区的房价高涨 那个已经是六度的前三名 那么平均的房价 一般的房价在50万以上已经是非常高了 而不是七期的一个房价了 个人的一份一个礼拜的菜 我有好几百要几乎再买个肉什么 跟我以前的认知也是价差蛮大的 此外今年台中购物街搭配振兴五倍券 抽现金以及捷运重启营运通车也都上榜 消息会表示名单除了可以看出民众关心的类型 也是对于政府与相关单位的警惕 未来也将改善并规划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